我免费不要我一毛钱 我也不会到日本去 跟日本人抓到 抓到哪个比较大事与你们 你的女人他当然抢包 还有你的这个长裤 站到这里看到 所以说日本人那种胸包 你没办法想想 我们家里是在江西省的阳市 南东镇 我们家里老家买丑端 经常丑端端 这个季业当中 好像是一个很大的走马楼 那日本人来 他有的时候公开一个唐科特 近人就大 日本人的那个枪 就像现在我们那种 你当个兵 卡兵枪那个样子 他那个叫马枪 有种马让大的那个枪 断断地 打出来的声音 很老人就去嘎嘣嘎嘣 那是看到人就大 那日本人看到人家 看到上次就放后烧 这个周深的这个街啊 一共烧个七尺 烧到后来啊 那不是房子了 都是说看那个周知啊 周知做个架子 撒没盖地倒烧 摘风当雨啊 只要一发现那批有讨厌的 所以日本人来了 那街上的人把东西收一收 因为我们江南啊 都是口罩啊 这个小口罩啊 冬叉十分的 大地人都知道 但日本人找不到外资啊 那就是他做我们回来 回来有几大碰子 大大吃了做生意 我们那条街上 浅和一稍够七尺 那死的人啊 没办法估计 那一天刚好是 招人大家再次招家 这么热门飞机 这么丢成的东西啊 亮晶晶的 太阳光照了 那个亮晶晶晶的 不晓得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 日本人丢着炸弹 那个二十五帮嘛 他这个吹机来 他要服从 先服从 在这样的山区 炸弹下来这样子 大概我们阵阳里 应该有三四五个人 我从四五三开始 跟着父母讨论啊 说日本人来了 这连夜啊 我们一家 淘 晚了 连夜啊 喝掉啊 就淘了 我们把杯子拿来 躺开啊 从外摔脚 还没说下去 咯咯咯咯 又有补强的声音了 说这本人又来了 那又去了 收收东西啊 赶紧就跑了 日本人坏到什么程度 抓到哪里去的大事 你以为 你的女人 她当场抢炮 当场抢炮 还要你的这个丈夫 站在这里看到 这没有这样去的 她来这个房子里面 家事还没有烧掉 任何人来 到了这个地方 她要该打鞭 她要该打鞭 她一定该在钩子里面 故意的 故意是这样的 结束这准备的事了 在日本投降 三个四年 在日本投降 那个时候呢 共产党已经大到厂墙 以泊靠了南京了 末日三十七年 大概少要了一个 十一月到杭州进的部落 你们去这个 王铺江那个地方 有一程都登陆厅 有空间的卧槽 要押到台湾州 一不都想 一两不想 她在加班场面 我们睡觉 就睡着这个场面 我们全场面 从这个上海到高雄 全场面 还死后烧三次 全场里面上这个什么 只有 个年轻棒的炸张 这叫共产党 有一颗炮弹 打到我们全场的 那个运行 散民 整个上海是 王铺马头 恐怕他们一半也没了 那高雄的那个小船啊 在那一楼一楼的香蕉 找到我们的船上那里去 靠到我们的船上那里 香蕉 我们家里没见过 我不认识 不晓得什么叫香蕉 那怎么没啊 那个船很高啊 他在海上面 那个小船怎么办 弄个绳子啊 弄个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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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下去 掉到那个船啊 一楼框的香蕉啊 这一块钱啊 这一块钱啊 那船子 各个绳子拿上来 这个叫船子 冷痴啊 我们还不晓得拔掉皮 我在清洁湾干了十四年啊 用明镇染民 跟我那个台秀宫的染民啊 军方日军方年 指的是二十五年 开放运河的前一两年 我没有回去 为什么就是我现在 还有航福中心的一份工作 我还有两个儿子要到大学 到小的家里 父母不在了 大嫂不在了 吉他通通都在 我怀居一个月 他们办这个 钱粉末就是 这一家人都在那个地方 我父母跟我聚入的 这个一个位置啊 一个位置啊 要五千人离聚 几羊回去 看五个狗狗都穿 他们都在那儿等我吃饭 我们惭愧 我们不笑 梅养到骨头 他们又嫌到这个 养火了 妈妈也突然我们 又晚晚养火了 都跟我姐师哥哥在养啊 希望你们以后我也去看看 日本人到底是怎么样 那一卡车一卡车的 四人手伤的 短手短脚的 那就是三弟 大战太够了